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第二部分 就是如何证得真乳的本体 这是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来说 最难的一步 要想解脱生死 又非找这步不可 如果没有找这步呢 我们永远都只能是停留在防复的世界里 可是要找这一步 我们要具足了生死的条件 心经虽然告诉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解脱的境界 但是我们仿佛这种强烈的我值 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以来被我们的习惯 我们那种约定所成的生活观念 把自己牢牢地捆住 很难得到解脱 所以福法 他讲的是初世间法和世间法 这两大部分 讲世间法 我们一听 这个好 我能做到 我很高兴 讲初世间法 如果我们没有大上根 我们听起来都想睡觉 因为总觉得那个讲的我从来没见过 也不知道 难以理解 所以 佛图出现在世间 他要讲初世间法 他有一个前方辩 就是先讲的让我们高兴 如果我们不高兴了 初世间法 我们就没有机会接触 也没有机会去深入了解 那么为了让我们高兴呢 佛又必须讲一些 世间的各种 艺术文化 娱乐 甚至是 房音 歌唱 让我们大家觉得 哎呀 这个好 这个可以逃逸性情 那么性情逃逸完了以后呢 告诉你 这还不够 因为你对于 佛菩萨的人格 对 祖师大德的行为 有足够的信心 他只凭这个信心 才有机会 契入初世间法 如果没有信心 那永远都没有机会了生死 所以 讲佛法呢 说难也是比较难的 因为 我们不是 介绍一种知识 如果介绍知识 你今天听懂了 用录音机录下来 背两遍 可能就记住了 但那有没有用呢 作用很小 所以 心经的 接下来这部分啊 可以说 那几个字 小学三年级 都能够认得的 我们每天都背 也是非常顺口 可是那里面的道理呢 世间的 无论多大的学者 都很难 把握其中的道理 所以这里面啊 讲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么我们大家呢 幸好还对佛法 有具足信心 即便不了解 我们现在也去听一听 在脑子里面 种下上根 等音缘成熟 有一天我们可能能够相应 大家记得 心经 上一次我讲完之后的 接下来这段话是 光阴菩萨 又叫一声舍利子 舍利子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事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言而鼻舌生意 无眼界 乃至无义世界 无无名 亦无无名境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境 无苦即灭道 无智亦无德 这是解脱的前因 就是前提 你要达到这样一个因 正因 接下来说 以无所得故 菩提撒多 以般若般若密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部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这是解脱正题的结果 正因正果 这两段 在正因里面 又分总说和分说 总说就是三句话 色不易空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这三句话是总说的 后面事故空中无色 一直无 到无所得故 这是分说 那么舍利子是智慧第一 观音菩萨叫他 舍利子 说是诸法空向 是诸法 是就是现在 现前的 当下的 你要所说 所能感受到的 一切法 他有一个 他的真相 所谓真相 在般若里面 就是指空向 空 是一切事物的 本体的相状 我们现在呢 因为上次说过 因为我们 执迷在外向上 所以你就不懂得 他的真相 心境里面讲的空向 就是讲真相 真相是什么 我们所感觉到 他只是一个茶杯 有一个可以拿的 这个东西 这是觉得 他是茶杯的相 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的 这一个茶杯 上次说了 就是塑料和不锈钢 所以塑料和不锈钢 应该说才是茶杯的相 而茶杯的这个圆的 高的 还有花纹 还有拿手的 这个相 只是由别的东西 给他组合起来的 并不是他自己的相 我拿到这个 可以说这是圆的 也可以说 这就是实际上 他是不锈钢 圆的这个相呢 完全是我们 针对其他的 方的 矮的 所以说他是圆的 高的 这不是他自己的相 换句话说 如果我拿一个 哪一个这个泥土 给他做成这个样子 拿在这里 我们说 这就是茶杯 那错了 你不能说 茶杯一定是圆的 高的 有个瓣 这就是茶杯 我拿泥土 拿石头 给他做成这样子 放在这里 他不叫茶杯 所以呢 茶杯的这个相 完全是针对于其他 我们给他一个 假名 那么 从不锈钢 和塑料的 这个角度来说呢 不锈钢 跟塑料 才是这个东西的 内容 我们反复 一般的人 就觉得茶杯 就是这个样子 认为有一个茶杯 属于茶杯 自己独特的 这个内容 这是我们的错觉 所以一般的人 你要先看到 是诸法空向啊 这个诸法是包括 我们的六根 六成六十 这十八戒 简单的说就是 我们能感受得到的 这个世界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这一切法 一切事物 都叫做法 所以佛法里面的 讲的这个法呀 有两层行义 一层是鬼神物节 认识自信 就是每一个规矩 就是法 比如麦克风 你讲话 他声音就会放大 凳子放在那里 我们可以做 这每一个都有 它的作用 它的范围 它的规范性 这叫法 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指一切万物 也叫法 所以叫万法为心 或者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是指一切事物 那么诸诸法空向 就是指一切事物 就是包括我们的想法 我们心里面的思想 也是属于法 那么这一切法 它的真相 实际上是空向 为什么是空向呢 因为这一切法的本身 它是不生不灭的 这个很奇怪 我们大家 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个茶杯 是有生有灭的 认为我们人 从小生出来 老了 以后会死掉 是有生有灭的 以前我们学佛法 小成佛法 或者是阿行佛法 都告诉我们 世间一切都是无常的 无常变化 就说明有生必有灭 没有不灭的东西 那么今天 在般若会上 我们要确定 为什么 讲它是不生不灭 实际上 小成佛教里面 讲的伤法应 就是指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 是所有的防腐 都能理解的 那大家都能理解 世界没有一个东西 停在那里 不改变的 就像这个空间 也是无常的 我们人不在的时候 这个空间就大一点 人一进来了 空间就小掉了 等我等一下又走了 空间又大起来了 空间都是无常的 何况是房子 汽车 乃至这些山和大地 我们的起行动念 也是随时随处 都在变化 这种变化 没法改变 你说我要把足 让自己的思想 不要变化停在那里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诸位 如果看自己的念头 你看清楚了 你就知道 我们的念头 是没有办法 停留在那里的 这是我们人生的 最起码的一个像 你念佛 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说我抓住 这句阿弥陀佛 当你念完 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这个念佛的这个心 又已经流转过去了 你必须要 下一句阿弥陀佛 在念的时候 你才能填补 这句阿弥陀佛的空间 身体上 我们有 所有的细胞 都在 新陈代谢 所以 世界有沉住 坏空 人生 有生老病死 事物 有 生住意面 它这是一种 世间的 一切相的规律 这是表面的规律 那么这里面呢 当我们认识到 世间一切是 无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看到啊 无产的背后 到底 它的真相是什么 你看我们大家 从小 到大 到老 到时 这无产的背后 到底有没有 不变的东西 什么东西 才是它的 不变的呢 拿这个杯来说 还没有 制作成杯的时候 这个杯子 没有 做成杯了 有这个杯子了 这用着用着呢 杯子也旧掉了 破掉了 有一天 杯子毁坏了 这个样子 一直在变化 从出产的那一天开始 它就开始变化 变坏了 可是 这里面 有没有不变的东西呢 有没有 大家都会说 没有 因为 这个杯子 做出来以后 除了它本身 所有的 都变化以外 它就没有一个 不变的东西 那么既然 没有一个 不变的东西 我们拿什么来说 杯子 它的本体 它的真相 不变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大家要 完全要注意集中 注意力 要不集中的话 你 这脑袋 转不过弯来回 就是杯子 已经是 完全在变化的 过程当中 变化的过程里面 没有一个 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没有一个 不会改变 就没有一个 能做得了主 做不了主 你说我把杯子 保管好一点 放在保险箱里面 放在 这个 冰箱里面 你用什么方法 都不能保护它 不能使它 不变 过去佛经里面说 有四个人修行 有神通 修得很好 他一看世间 是无产的 人生会死 有一个呢 用神通 跑到身上的 那个 大石头里面去 躲在里面 他不想死 有一个呢 用神通 跑到虚空当中去 不想死 有一个跑到海里面去 不想死 还有一个呢 随风飘原 不想死 结果他的寿命到了 一样全部要死掉 没有一个死不掉的 因为 凡所有相 都是无产变化的 所以这里面呢 你如果观察一个杯子 你就会发现 杯子永远 没有一个可以做得了主的 他是随着事物的因缘 法则 规律 一点一点在变化 我们保护好一点 他变化的时间慢一点 修长店的人 脾气小的人 性格好的人 不经常起烦恼的人 他会寿命长一点 你老起烦恼 老乱吃乱喝 脾气又大 你寿命短一点 他总是在变化当中 所以世间一切万物 就是他的变化 是他外在的这个象 他的内在本质 没有一点 可以主宰的 因为做不了主 所以 说他是无我的 诸心无常 诸法无我 我 就是主宰的意思 一个是自在的意思 就是我的东西 我想放在哪里 就放在哪里 好像我能做得了主 另外一个呢 我想要干什么 就能干什么 这是自在 自由 可是这个杯子 它是变化无常的过程中 我们 所有的防腐 都以为有我 我能做主 实际上没有一个人 也没有一个事情 可以做得了主 比如说这个身体 我们大家总以为 这个身体嘛 总是由我自己做主 是不是 我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其实 你的每一个举动 都不是你能做主的 都是一定是有外在的条件 具足了 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你才能举起手来 如果 这个空间 这里 用墙壁木板挡住了 我手上举 就举不起来了 如果没有凳子 你们坐在那里 就没办法 做这个样子 你只能坐在地上 如果这个房子 就这么高 你就站不直 没办法 你看 所有的 如果放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这个世界 你的任何一个 孽头生起来 你很幸福也好 你很痛苦也好 总是有很多的条件 使你感觉快乐和痛苦的 它不是 让你一个人说 我痛苦就是痛苦的 我的快乐就是我 努力来的 你的努力 是其中的一个条件而已 世间的快乐 所有的快乐和痛苦 你的所做所为 都是其中的一个条件而已 其他的条件 全部都是具足一切的因缘 所以 这里面 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单独地 让你做主 让你自由 不当身体如此 就是我们的心情 也是如此 经常我们以为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看我手举起来 就举起来 这多自由啊 因为我心里 想要做的事情 就能做到 这个你的心 为什么会这么想 这也要具足很多的条件 比如说植物人 他怎么想呢 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了 可能 当然 如果在梦中 梦境里面 我们也以为 自己可以做得了主 人家把你身体 抬到那个地下 动得快死了 可能你也不知道 睡得很深的人 为什么 就是我们的心 连自己的 也做不了主的 有个人讲得很好 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说 这个 怎么说来的 人家说的一句什么话 说这个 很爱你 爱到什么程度呢 就说 你一定要 永远爱我 你能够 让我感觉到 你是永远爱我的 能够做得了这个主 那个人说 我怎么能做主呢 我爱你的时候 连我的心 我都做不了主 是不是 在座的 最初大的人 这个谈恋爱的人 可能是这样子的 他爱上别人的时候 他自己的心 都做不了主的 你不停地去想他 想他 他爱你的时候 连我自己的心 都做不了主 我还能做得了主 爱得 爱得多久啊 这实际上 是一个很深的哲理 就是世间 没有一样事情 可以做得了主 你认为 我能够永远的 那肯定是 漂亮的谎言 肯定是假话 蒙昧自己的话 世间所有的人 都是在这种幻觉当中 以为可以 实际上是不行的 所以在这个 小城佛法里面 他就告诉我们 因为世间是无常的 所以从无常的背后 我们就认识到 没有办法做主 没有办法做主以后呢 还有一点东西 就是没有办法做主以后 那么这个世界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就是杯子 既然是无常变化的 我们看到的东西 是无常变化 那么有没有 不变化的东西 有没有不变化的 它的性质 它的本性 是不会改变的 本性就是它的本质 杯子能够叫杯子 它一定有成为杯子的 这个性能 这个能力 如果没有成为杯子的能力 比如说水 我们把水做成一个杯子 能做得起来吗 做不起来了 没法用 它不具备 做一个杯子的这个性质 那么杯子 有作为杯子的这个性质 它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就是它的变化 如果不锈钢不能变化 只是个钢管 或者干净 它就做不成这个杯子 如果这个塑料是固定在那里的 不能改变的 也做不成这个杯子 所以世间一切 因为世间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感到很痛苦 可是同时 也因为世间是无常的 我们就变得很有希望 因为是无常 所以你的痛苦 总有一天会过去的 会结束的 因为是无常 我想达到的这个目标 还没达到 总有一天还是可以达到的 无常啊 因为这个不锈钢和塑料 它具足无常的性能 所以可以变为 给它做成杯子 那么它变成杯子的这个中间 最起码要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无我的空 它如果不空的话 它就没办法改变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大家现在在轮回 正因为轮回是无常的 我们感到人生的痛苦和快乐 是无常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无常 我们才有希望 肯定有一天会得解脱 会成为圆满的佛陀 世间是无常的 可以改变过来 但有人问了 既然是无常的 我成了佛陀以后 什么时候又变成凡夫 会不会呢 大家要记住 我们讲的是世间无常 不是初世间 初世间的 它是一种法的本质 就是涅槃是证得我们生命的本质 本质 它不是无常的 当然 我们一想说 它不是无常的 那它是不是就有一个东西 在那里永恒呢 这又错了 因为我们现在脑子里面 想象的这个永恒 或者想象的这个无常 总以为是一个东西 实际上呢 就像在梦里面 我们真不知道 我们醒的时候 是什么身份 是什么地位 你在梦里就怎么想 怎么形容 没有用的 跟醒的时候的这个生活 生活规律 朋友亲人 完全不一样 是两码事 所以心经里面 它先要让我们知道 世间无常 诸法无我 因为无我 所以要证明 没有一个东西 在这里生 在这里灭 这是从它的本质上 就我刚才讲 杯子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它的无我的空 是它的本质 无我的空 是它的本质 因为它的所有的外衣 外壳 外相 全部都是不锈钢和塑料 所以不属于杯子 那我们为什么还叫它杯子呢 叫它杯子 这是假名安利 名字给它按上去了 作用有没有呢 也有 可以倒茶 可以用 有作用 有外相 这个相传 我们一看就知道 它是个杯子 有相有用 体是什么呢 它的本体就是本质 就是无我的空 这个无我的空 从哪里看到 我们从不锈钢和塑料上 就看到了 因为所有的内容 都是不锈钢和塑料 它变成这样子了 我们就叫它 是杯子 所以不锈钢和杯子之间 就贯穿着一个 无我的本质 无我的空 心经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 这个空 这个本质 是没有生 没有灭的 用没有生 没有灭来 理解 用我们思想去很难理解 因为它讲的直接就是 真相的本来面目 那么我们用第三句话来 就可以理解了 它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不增不减 就是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好 那我们同样的材料 不锈钢也拿过来了 塑料也拿过来了 就这么多材料 给它做成杯子 在做成杯子之前 跟做成杯子之后 它的材料是完全一样的 这大家能理解 完全一样的 你多一点也不行 少一点也不行 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做成以后呢 它没有增加 做成之前也没有减少 但是我们平常对于生灭 生死的感觉是什么 说这个人 他出生了 就意味着本来没有这个人 然后现在呢 多了一个人了 增加了一个人 那里没有树的 长了一棵树出来了 我们就说 你看这里又增加了一棵树 那这个树就生出来了 有一天砍掉了 这里少了一棵树 好 我们说树被消灭了 人的生灭 我们也是这样感觉 有一个身体在这里了 现在生出来了 出生多少年 我们身份证都出生日期 生出来了 到哪一天呢 我们死掉了 好像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人 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看事物也是这样 这个杯子没有做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杯子的 做了杯子以后呢 我们说 哦 这里有一个杯子生出来了 然后杯子有一天用坏了以后呢 我们说 哦 这个杯子破坏了 消灭了 我们就认为啊 有一个杯子 从生到灭 而事实上 我刚才就看 给大家看了 做成杯子 跟做成杯子之前 这个不锈钢 跟这个塑料啊 它也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做的时候 没有增加 那现在 如果我给他 这个壳子拿过来 悄悄扁 杯子给他打打浪 打碎了 杯子没有了 可是这些材料 是不是还在那里呢 材料一点没减少 没有减少的 所以 不增不减呢 就是告诉我们 世间万物 都是不增不减 不增不减 我们知道 在父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 最初是一点点的 就是父亲母学 或者说 金子卵子 然后 因为母亲有营养 吃进去 我们就吸收营养 吸收营养 就开始长啊 长啊 哎 长十个月 出来了 出来以后 我们还不停地吃啊 吃啊 哎 身体就开始 长大了 到岁数大了以后呢 我们吃也吃不下了 活动也少了 吸收能量少了 哎 开始老了 老化掉了 其实我们的身体 好坏 跟你吸收的营养 吸收进去以后 你怎么安排布置 完全有关系 所以 在整个过程当中 物质的世界 并没有增加一点 也没有减少一点 那么从 不增不减的角度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了 这个杯子 它因为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 它有生到死 这个过程 是不生不灭啊 没有生的过程 也没有灭的过程 不生不灭 既然是不生不灭 又是 不增不减 它的本质上 没有增加 没有减少 那么我们怎么说 它有污染呢 如果是污染的话 它会污染到哪里呢 有个人说得好 他说 衣服 是永远不会脏的 我们不是衣服脏了 就拿去洗吗 常常都说 衣服脏了 赶紧去洗 他说衣服永远不会脏的 衣服还是衣服 那只是脏的东西 脏在那里 它靠在衣服上面 但是衣服还是衣服 只是脏的东西 好像脏住这个衣服了 那你洗掉呢 衣服还是这个样子 听懂没有 衣服永远不会脏的 就是放在这里 放在别的地方 那个脏的东西 还是那样 比如说一点泥粉 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们说衣服脏了 我把它拿下来 放在地上 好像衣服就不脏了 其实东西还是那么多 也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世间一切事物 都是如此 不只是这个杯子 我们看看我们的 起心动念 这个妄想 也是这样 它也没有增加什么 也没有减少什么 比如说你现在坐在这里 你脑子里面 想这个柱子 想到柱子的时候 有增加东西吗 你很清楚 其实并没有增加什么 你不想了 你又减少什么了吗 也没有 你起一个念头 觉得我很开心 它真的有个开心的东西 在那里吗 没有的 你说我很痛苦 有个痛苦在那里面吗 也没有的 那么开心和痛苦 其实是别人给你的一个印象 我们仿佛就是受这种印象太深了 就世主上的人 世间的文化 艺术 大部分都在创造这些价值观念 来影响我们 比如有人说 这个人很好 好在哪里呢 可能说他很老实 也可能说他能力很强 那我们就觉得 哦 这个人好 但有一点就是 我们仿佛都是会 怕受伤害的 你如果受到伤害了 你绝对不会说这个人好 只有使你的伤害减轻 让我们不受伤害 我们觉得他好 所以佛法 它的核心的作用 就是让我们要认识到 世间的这一切万象万物 它的本质上是空的 这个空跟没有不是一回事 它这个空是针对油来说的 是跟油在一起的 我刚才讲这个杯子 讲杯子空 是因为杯子 有不锈钢跟塑料 做成杯子 这个过程 并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所以它的本质是空的 如果我离开杯子 我不讲杯子了 那我在这里讲 我说杯子是空的 这就是波罗的空 这就是乱说了 这个讲 只能讲手表 它是空的 你不能讲 我讲手表是空的时候 你说那杯子是空的 那你乱讲 明白没有 就是佛法的般若思想 它讲的空 就是指我们的油 就是诸法 一切诸法的 它的本身的象状 它本来的面目 就是这个无我的 不能做主 而且它可以 做什么 都可以随缘的 硬化一切 所以一切就是缘起换油 杯子是有这些条件组合的 所以这叫缘起 条件组成的 那么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不生不灭 是它的内在的本质 不够不净呢 这是指它的作用 针对我们人来说 我们觉得这人很坏 很污 很污染 污垢 然后我们开始修行 说要净化我们的心灵 慢慢慢慢的 给它净化掉 也好像觉得 有一个净化的过程 但是你认识到 波罗以后啊 你就会发现 其实真正的大智慧 就是看到 我们的生命的本质 从来没有受污染 你哪怕现在 在地狱里面 你的心灵的真相 也是没有受污染的 就像珠宝一样 无价宝珠 掉到厕所里面 拿出来洗干净 还是无价宝珠 就是在厕所里面 它也是无价宝珠 只是不会用 那我们现在的这种空性 这种波罗呢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随时都在 放出它的光明 随时都在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比如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 你贪着好吃的 好穿的 或者好玩的事情 你在贪着的过程中 可能它失去了 你会痛苦 像莲池大师 他很喜欢一个杯子 结果有一天呢 杯子砸掉了 他就深感世间无常 这么好的宝贝的东西 打掉了 后来就去脱家修行 就是生活当中 遇到的各种变化 我们想要的东西 失去你会很痛苦 但是如果你认识到 事物本身并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比如说一个花瓶 放在那里很漂亮 它打碎了 我们就觉得很心痛 实际上打碎的这个花瓶 它内容还是那么多 只是摆起来呢 是整体的好看 打碎了呢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了 实际上它内容并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所以你如果在生活当中 看到这种规律 那么我们对于死亡 一点都不会恐惧 死亡并没有东西失去 死亡没有东西失去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死亡 也都在失去 比如说岁数变大的人 我们腿脚很好 结果脚找不动了 你那个腿脚很好的状态 就已经死去了 已经不方便了 那我们耳朵听得近的 有一天你耳朵浓掉了 没办法治了 那耳朵听见的状态 就死去了 我们随时都在死去 但是我们不注意 但真正好像说 这个身体要死亡的时候 我们又开始很恐惧 实际上呢 你如果看到 波罗的不生不灭 就是去体会啊 在生灭的这种假象背后 我们是有一个 不会生灭的这种规律 你去感受这种规律 安住在这种规律当中 就是你一种波罗大智慧的眼光 看到了世间一切 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我们家的这个水拿过来用 用完了以后 倒到水 倒到这个地里 地又吸收进去了 吸到地里面 太阳一照呢 水蒸气又给它 蒸到天上去 一下雨呢 又掉下来 落到这个山上 留下来呢 又在我们家里 世间万物都是这样 所以宇宙世间 它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一切事物上生成呢 都有一个前因 就有一个条件 那么任何一种因 都会造成一个结果 我家的水用的多 那这里呢 这个花的水多 倒下去地也潮湿 吸收起来的这个水 空气也会潮湿一点 那到时候下雨的机会 也会多一点 你像南方 树林茂密 树林多的地方 水分就多 水分多 阳光上来 它空中下雨又多 下雨多了以后呢 树林就更茂密 它就是这种一种规律 所以世间一切呢 它都是有这种因果的 有条件的 在因果条件的过程中 其实并没有一个生 没有一面 那我们这一生 几十年 得到了这个身体 好 几十年用完了以后 我们要 这个身体没用了 换一个身体 你换的 如果你很高兴 心情很开朗 每天都安心 你换的就是天人的身体 如果你换了 想想人 觉得有些好 有些坏 事实也很分明 也很计较 自己做事呢 也很公正 很正义 那你到时候换个人的身体 如果你瞒不讲理 一天到晚就是 自私自利的 你换一个就是恶鬼的身体 没有办法 因为你造的因就是这个因 你打到的那个结果 就是这个结果 一定是这样子的 你手打出去是棉花 就是软绵绵的 你碰到石头上 那你就是要打出去来的 我有一个同学 他原来他说 不怎么相信英国 觉得英国到底很难懂 有一天呢 到他的母校去 就是他毕业以后 又回到学校去 到学校去 有一天突然看到 一帮人在那里 踢足球 踢球啊 这个球一踢过去 踢到那个墙上了 然后呢 反过来 反了很远 他突然就明白了 英国就是这个意思 你踢得重 他反过来就是越重 你踢得轻 他反过来就是越轻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你才有机会反过来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呢 没有东西挡住呢 他踢下去 你踢得重 他跑得远 跑得远 就像我们有些人 他很开心 很快乐 很快乐 做上事做多了 他继续上 继续好 如果你一直做下去 没有这个障碍 赞助他 他就会直接到成佛 做上事 包括修行 一直到成佛 那如果有东西挡住他了 他好事不做了 怎么办 那他因为做了好事 有力量 有地位 他如果不做好事 反过来做坏事了 那个坏事也会被他做绝调 因为他权力大 力量多啊 他做坏事做的 也比别人多了 所以啊 世间的因果 是从一切事物的 向的无常变化 这样一个规律当中 因果的本身 他是无知性的 世间一切物 都是无知性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有烦恼 有痛苦 我们会认为说 哎呀 我的心怎么这么污染呢 那么你就静下来观察一下 那个污染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你的 比如说你打一个腕下 觉得这个人很讨厌 我现在一看他就生气 一看他生气的 这状态 是不是你的呢 你细看不是你的 如果你很生气 你突然 你觉得是我的 那么我下一个念头 就转过来 我想一个很喜欢的 很尊重的人的时候 你那生气的感觉 马上就消失了 你如果想一个人 这个小偷 或者呢 恐怖分子 你心里想起来很难受 可是如果你反过来 你想想阿弥陀佛 想想观世音菩萨 你马上内心当中 就清凉了 就觉得佛菩萨的力量 非常强 是使我们能够净化掉 所以所有的染污和清净 只是我们对于内心的感觉 一种反应 而内心的这种本质真相 并没有污染 也没有清净 不够不净 那么不争不减呢 你也一样 就是我们这个清净的心 无论你怎么修行 你不会使自己的心更加清净 大家记住 无论你怎么修行 你都不会使你的清净心更加清净 因为我们本来的清净心 它本来就清净 就像这个珠宝 掉到厕所里面 你把它拿出来 它不管放在厕所里 拿出来以后 你怎么洗它 它不会说 因为我的洗 这个珠宝就更加值钱了 珠宝还是那个珠宝 一点不会改变的 但是如果你不拿出来呢 没有用 被污染了 所以污染只是一个外相 我们现在说 我们的心有烦恼 只是一个外在的假象 缘其的幻象 并不是它的真相 所以心经的这个正因 就是让我们学习 佛法的般若智慧 我们先要认识到这一点 就是世间一切万象 是无常变化的 可是它的本质呢 是没有生灭的 你最好去感受到 这种不生灭 就是我要讲杯子 跟不锈钢子间的关系的时候 你去感受一下 然后你体会到我们 身心世界 这一切万物啊 都是没有生灭的 没有一个可以做得了主的东西 我说杯子和不锈钢的关系 大家体会好了以后 接下来呢 你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其实不锈钢 也是其他的材料 叫出来的一个假名 塑料 也是其他的材料 加起来的 就像桌子 我们说是木头做起来的 木头又是树 砍下来做起来的 树呢 是长在地上 他吸收的是水分 泥土 阳光 还是别的材料 组合而成的 所以世间没有一个 是所有事物 本身的自我 认识到这种无我 我们了生死的机会就到了 所以他 这个 因为佛法 要么就讲世间的 做上事 得上因善果 上因善果呢 是针对迷失的我们的这些防复啊 因为我们迷失的时候 如果痛苦 我们不愿意 我们很希望快乐 所以让我们做好事 做上事 在有向上 把这些条件改善过来 那人间可以改善一个 非常和善和美的 这样一个世界 可是如果你没有认识到 这个 无论多美的世界 它的背后是无我的 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解脱不了 所以天人 他境界虽然高啊 他没办法解脱 要解脱 就是要认识到 不生不灭 不真不减 不够不净 那么这个是一个 总的 来说 一切万物的真相 那如果想修波罗正观 因为讲这个总相啊 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 比较笼统 不太具体 所以 佛 在大波罗经里面 他仿佛的强调 其实在阿含经里面 也是仿佛的强调 就是六根六成六十 这十八节 就这里面 他确确实实 你找不到一个东西 是他独立的 那么心经接下来呢 他就详细地告诉我们 如何去认识 一切事物的本身 他没有自我 所以接下来说 事故 事故 空中 无色 无受想行识 事故 因事之故 因为 这个缘故 因为 这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因为杯子 做成之前 这些材料都在那里了 做成杯子之后 它没有增加 没有减少 因为世间的一切 都是没有生命 没有污染 没有清静的 从他的本质上说 没有污染 没有清静的 因为这样的道理 我们再去看这个世间 是 空中 就是从这个真相当中 去认识 你不要做这个假象 杯子的假象 那他做成杯子 跟杯子 生成杯子之后 以及杯子 坏了以后 这个过程里面 他贯穿的唯一的条件 就是他需要一个空 需要无我 如果没有这个空 那问题就很严重 大家可以想是不是 如果没有这个空 就包括虚空 也在里面 所以无为 就包括虚空无为 如果没有这个虚空 没有这个空间 我们人都见不来了 如果这个地上 没有空间 我们高楼大厦 一栋也别想盖 正因为有这么个空间 我们可以去盖 有一个空像 那正因为事物的内在 有一个空 所以我们才可以把它做成这个杯子的样子 还有我们大家的心 正因为我们的心 真相是空的 所以你想 想什么都可以想 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的心 什么都已经堆满了 你还能想什么呢 那现在我们心里是空的 你想左手就左手 想右手就右手 想脑袋就是脑袋 你想什么都可以 它的前提就是 你需要空 你必须空掉以后 你才能想到这些东西 那么如果有人 他觉得自己念佛念佛起来 打妄想很讨厌 那你就去看 你打妄想很讨厌 是什么道理啊 因为你有一个 可以打妄想的空间 你大脑里面还有机会去打这个妄想 你看很多人忙的人啊 他为什么很开心呢 满的时候 他脑子里面都已经堆满东西了 他哪里还有时间去想那些痛苦的事情 那灵黛玉什么事都没有 在那里整天七七 惨惨惨惨的 你才会想到 我很痛苦 我很受欺负 我很什么 你满的一天到晚都满的不行了 哪里还有痛苦可言呢 如果一个用功的人 每个念头都是想的阿弥陀佛 想的念经 持咒 想的这个利益众生 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去管别人是到底在说我好话还是说我坏话呢 没有时间呢 他脑子里面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了 所以这个空啊 对我们来说那是太重要了 那你如果为什么 只看到自己打妄想 妄想很多呢 你可以让自己看到 妄想停下来 没有妄想的这个状态 这个空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真正修行开始有受用的人啊 都是先体会到 没有妄想的时候 他的这个状态 体会到了 就是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念的时候呢 你去感受 没有念佛的 这种空 所以空灵自在 非常 什么样子都没有 但是呢 一句符号很清楚 或者你就在讲话 讲得很清楚 这个空当中 它可以有一切 包含一切万物 你就可以在这个空里面 去生起贪嗔痴慢 杀到淫妄 也可以在这个空里面 生起 慈悲 智慧 仁义 理智 都可以在自己的空性当中 显现出来 所以他的心灵的这个大背景啊 是一个空相 生起这些相 是启用 今天我们要讲的 还是 能生起相的这个空的本身 所以叫本体 心经的把这两段啊 分开两个步骤的 其实整个佛法 也把这两个状况 分开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所谓小乘佛法 正涅槃的 就心正的本体 他不讲启用 就是让你只看到 诸行无常 背后的诸法 无我 一看到无我的这个空以后 去体会 体会到无我的空 彻底体会到了 就是涅槃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心经这段话 接下来的一段话就是 事故空中 就是这个空当中 无色无受想行事 没有颜色 没有物质 也没有感受 没有思维的变化 也没有认识 如果有大智慧的人 只告诉你 你心中色心二乏 了然不住 好了 你马上解脱 大家能不能体会一下 你看自己当相 没有什么幻想 你看自己的心的真相 什么幻想都没有 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就告诉你 它既没有物质的世界 也没有精神的世界 不是违心 也不是违物 色心二乏 了然不住 里面住不了 停留不了 你那个心里面呢 空了心里面 你说让我这个杯子 停在心里面 停得住不 停不住 就算你很想哪一个人 你想他 把他停在心里 停不住的 就是你想阿弥陀佛 把阿弥陀佛停在心里 你想想能不能停得住 停不住的 停不住的 他的心的波罗空里面 他是了然不住 但是你想到物质也行 想到我很快乐也行 想到精神说 精神世界 各种想法也行 你可以想 可以看 可以思维 可是这一切 跟你自己一点关系没有 跟真正的无我的空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空中 所以空中一定是无色 无受想行使 受就是感受 包括苦乐蛇 想 这是我们的妄想 行 就是所有的妄想都在变化 行动 是 就是认识 就是你的所有认识 跟你的空的真相 是不大尬的 是不大尬的 在空的真相 这个波罗的本体里面 是没有想 也没有感受 也没有认识 甚至也没有物质 叫无 射受想行使 如果执着 这个心法比较重 执着射法 比较轻的人 一听到五蕴皆空 射受想行使 这五蕴 都是空的 回光返照一下 看看自己的心 是不是这样 大家现在能不能体会一下 就是你就 哪怕是 全神贯注的 看出自己的心 你看看心里面 没有妄想的这个样子 能不能看到 就看自己没有妄想的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它就是既没有物质 也没有精神 也没有分别 但是很清楚 我讲什么你都很清楚 但这个清楚 也不是它 明白没有 这有点玄 这禅宗祖师 讲到这里 是个袖子一甩 回方站去了 不跟你讲 因为这里面没话讲 你只要用话去形容它 说它是什么样 是什么样的 都是我们能想象的 你就把心中那个能想象的东西 全部给它扫除掉 言望律诀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是什么意思 不能用思维去想 你不要想一个东西出来 也不要用嘴巴去议论 你讲出来的都是有意思的 有概念的 那么回光返照的时候 看到自己 我所讲的话 你要把它舍弃掉 这个时候 你能接触自己心灵的般若 作常 和念佛 都是要回光返照 在自己的心中 慢慢慢慢的 你找到最深层的时候 就能看到这个般若 这才是我们生命的 内置的真相 内在的本质 就是看到这个本质以后 然后再反过头来 就告诉你 最直接的是无言而彼舍生意 而无这个色受想行识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对物质世界还要执着 所以接下来 心经又告诉我们 无言而彼舍生意 眼睛耳朵鼻子 这六根 大家也可以再检索一下 因为如果讲 把这个十八戒详细的讲 那可能要按为时的去讲 不是一个小时能解决问题的 那讲十年八年才能讲完 要详细的讲呢 我上佛学院上了十年了 每天都在讲这些 学十八戒的 这个六根六成六十 学了十年以后 有些同学学了十年 他还不会讲 这个不容易的 但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当下的这颗心 你用心去体会的时候 你能找到这个感觉 眼睛能看东西的这个东西 能看东西的工具 这是包括分别外面的 青黄四白长短方圆 高低盼寿 眼睛一看看出来了 能分别的 能分别是眼根 所分别的 所看的是射程 所以我们大家 大部分的人 先是执着有一个我 那个我其实是很模糊的 也不知道那个我 到底是指什么 有时候呢 是指自己的衣服 衣服很好看 觉得我很漂亮 我很有钱 有时候呢 是指自己的长相 说不清楚 到底哪个是我 因为这个我的外面 它又有六根 在那里保护的 有时候就把眼耳鼻舌声 一 这个当成我了 那么 按心经的这个 空的智慧 你回光返照 看住自己的心 你慢慢的就会体会到 我们从小到大 所追求的 一直是向外追求的 你看我们的眼睛 只看外面 不看里面的 看外面的 就是肉眼 看里面的是慧眼 明白没有 就是一个人 他知道回光返照 知道反省 知道自己内心的世界 这是一种智慧 让真正的智慧 这个慧眼呢 要看到这个空性 就是因为你真正内在的心 是无所得的这个空 无我的空 看到了这个无我的空性以后 如果大家看不到呢 我觉得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可以相似的看到 相似的看到就是 你现在把妄想停下来 你就看到自己的心 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你感觉你的心怎么像虚空一样 广大无边 没有色彩 没有样子 然后你要想东西呢 东西就出来了 不想东西呢 心还是这样子 你拿火烧也烧不了 拿水泼也泼不了 拿拳打也打不到 你就发现 你这个心啊 是不受伤害了 人家拿枪捅也捅不到 因为它是空 所以什么人 都没办法伤害它 这是我们的真心 这是你可以回光 当下就可以看到 看出自己这样一颗心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